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 听我口令 预备 三二一开始 猪龙 各位观众 欢迎您通过熊猫平台 观看中国石家庄 2018乔石碑中式八球 国际公开赛 全国选拔赛 第三阶段 48G12双败淘汰的比赛 现场直播 大家下午好 我是苏新元 大家好 我是张清永 战事长 下午好 阿祖你好 本场比赛 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 着浅侧上衣的 来自辽宁的球手杨帆 对阵屏幕右侧 来自山东的球手朱龙 比赛采用25局 13胜 14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重球 本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的 胜部的比赛 赢球的一方将继续在胜部征战 输球的一方将跌入到败部 在今天下午 还将有一场败部的比赛 两球过线 对 而且有一颗是过线进球 2号 没有问题 猪龙呢 来自山东 1988年出生 在长期我们的分战赛 以及总学赛当中呢 猪龙都是经常扮演巨人杀手 经常是一些夺冠的大热门的球员 在碰到猪龙的时候 都会有这个折戟的风险 当年之前在几年前的北京站 当时如日中天的郑宇波 在碰到猪龙的时候 也是被挑落下马 猪龙赢的这个 这么说吧 顶尖大牌的球员 还是非常多 对 相当多 郑宇波杨帆 没错 而且有些时候是不止赢一次 感觉这个位置啊 现在4号球 应该是够大 把4打掉 提上去 冲地杆 那这样有把握 打3 主球停到6 7中间 没有把握就打6 谈顶库 再下篮 感觉以猪龙的准度啊 3号球没有问题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第一局朱龙胜比分1比0开球青台 谢谢 第二局 央方开球 主龙一串来 强势青台 这边杨帆的冲球 也有求进 看两个人一上来 会不会交替青台 对 如果说本场比赛是在咱们的公共的场地 我觉得比赛可能杨帆跟朱龙这边半斤八两 但是一上TV台 对 可能杨帆就占一定优势了 因为熟悉朱龙的球迷们都知道 朱龙在TV台上打得不好 但是这个打得不好是相对 相对性 对 要看对手怎么样 10秒 还有就是杨帆在TV台上是很兴奋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原始 但是我想经过这么多比赛的锤炼 朱龙跟杨帆都没有问题 这种环境 慢慢都会适应 对 冠军是怎么练成的 不光是球技 场内场外的因素 都决定 这个台球比赛可不是说 简单的 我把这几个球打进 青台就能赢得比赛了 可以求出问题 看12号准备中带有没有得下 角度合适呢 可以直接下低杆 先去调14 不动的话12上去 上方有两颗花球 但是就9还有吗 右上角 有的话继续低杆轻点 再打 咳咳咳 这边就可以进攻右上方顶带 但还是下低杆 可以做11号球 这杆球也不需要太多的发力 一样 中低杆也好 低杆也好 看角度 横到这个位置就可以 衔接自然用10号去衔接 对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 角度比较正 直接就定杆就好了 14衔接 但这黑八左下角是不太 不太够啊 或是就往前走一点 有角度 对 多少还是要调一点点角度出来 是 总体打14的话 便于去调黑八 那上一轮比赛呢 也是败部的比赛 看到有些杜鲁续续知名的球员 都将被淘汰了 已经 像吴浩啊 之前在TV台的 刘鑫呢 郭金伟等等 以上的信息呢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赛事的公共的微信公众号 台球圈有料 里边有所有的比赛信息 方便大家查询 微信公众号 台球圈有料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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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订阅 也在看啊 15号球的衔接角度 直接等过来 他这看14号球就关键了 你这稍稍 走过一点点 对 还是往回退一点点 看你现在白球跟14的角度 自己来判断 毕竟这15号的角度 还是挺单一的 他旁边还一四 挡住了大部分的 进球来选择线 还是推过来 这个角度 从3号的左边过来 是不可能了 太深了 看要不要从右边啊 对 直接高杆推 终取下来较久 再弹起有点角度 好球 好球 感谢观看 感觉还是将近好够下 P8下边两个底带都是有 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安球 最自然的线路就是 上方顶部右边边裤的 中带上方 第二扣直扣弹起来 但是这四号球又来了 就这个又是这个四号球 会影响它叫黑8左下脚底带 与其两扣不好扣 你就再大点力量 然后呢 但是你要把杆法放低 比如低杆的右赛 就要到黑8右边的底带 猪龙是这样想的 但是正好来一个厚思诺 越怕什么来什么 而且猪龙的身材不是很高 这种球身材球 这种球身材球 果然出问题了 杨帆上场 也是现在的大满冠球员啊 手握两个世界冠军的头衔 对目前咱们中十八球界最有含电量的两个比赛 一个他 一个郑运博 两位 杨帆也是以心理素质好 著称 尤其是他这个连贯的时候啊 都是在这个摇摇欲坠 就是不坠 对 对吧 你甭管说在冠亚军决赛 或者在办决赛 比分被人家拉有多少 他总能够 最后王者归来 总能够拿到胜利 真是 打逆风球很厉害 有的时候任何的球类运动也好 体育运动都一样 这种冠军球队啊 或者冠军球员就是 你总觉得他可能要输了 他就是输不了 他就是输不了 对 还是能赢 嗯 所以那一段 杨帆也是贡献了这个统治级的表现 连续曾经打一个 我记得是六连冠还是几连冠 分战赛加上总决赛 对 一直就是冠军冠军冠军 有一年四战里拿了三战 是 而且在比赛当中那种零失误啊 是可怕 你很难记得他失误 你看 稍稍有一些小压力的六号球 嗯 有的薄 嗯 有的薄 前面已经是有一根黑疤啊 没有打进 这也算是个机会球 这球不应该啊 他的准度不应该差这么多 对 差得多 冠军还把对方的库边红三也K出来了 五号球低竿向上 白球尽量过开球线 留向下角度 嗯 发力好啊 轻轻一打 主球就跑了半台 再来高歌啊 刚好可以谈边控再起来 习惯的 发力 谢谢 照样 beauty 都有 第四局 央方开球 要不然习惯的 支点江山 就类似于像古代 比如说沙盘上演绎双方冰降对阵的过程 我先打哪颗球 后打哪颗球 黑八怎么来过渡 先这边最起码大概有数 12号15这边要带一下吗 来了 左边刚好打14 继续 几个冰降 继续 雨下让再过渡 我们安排到在原地上 启 Joker 回家 9号是一个非常小的角度 中带10号球可以轻轻接力 但这个篮球角度轻接完之后的左边 再来去过渡的11号球 角度也会变大 除非是你要发力 接近之后呢 白球再回去 较成11个向下角度 果然是啊 但看10号 还好后面能交位 请不吝点赞订阅 手还比较直 低往回拉 10号相反的底带 看这个10号球 角度偏直的话 低端往回拉 8号 10号就要同一个底带就可以了 低端轻轻一点 第四集 杨凡胜 你分 2比2 开球金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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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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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帆这边利用猪龙的失误开始反击 下笔分扳平了 这是我们在赛前担心的 猪龙这边就是我一上来 这一股劲能绷多久 没错 你这三板斧开局能够压制住对手 上来打类似于说5比1或者7比2这种 可能在后面就会占一定优势 如果说你一旦被杨帆这样的相手会胶着住了 形成近身肉搏的时候 你是不占任何优势的 这个二号球 十一有可能还有下 感觉不相关的肢体语言和表情 这边右下角底带是不容乐观 没了 那就打蜘蛛做防守了 10秒 勾一杆 这个很大胆 这就是像打斯诺克里边 能看到红球队 但是不直接打 想两枯勾完之后做防守 是一个道理 自由球 当然我们这里边是没有说 你打完之后 比如说两次被碰到 然后第三次再解割 判整盘输 对对对 我们是没有这规则的 杨帆选择勾也是 因为他从上往下打这个 11号就薄边 一旦挤不进去 对方也是上手机会 不是从上往下 我是奔着破坏来的 能进最好 进不了的话 你球也是奔着下方底库 往上弹 不进给你挤走了 对 然后白球停下边了 刚好做防守 没一双显遗憾的就是 没有解到 把对方球打进了 送了一个自由球 10秒 比赛的比赛是小长局 13胜的 对 25局的 所以说前面还有落后 还都有机会 这个案的话 6号有机会可以调3 3号左上角底带呢 就可以接力 可以接力 这样的话单色的局面就打开了 后面还有一个8号 右下角底带呢 11是有点挡 可以利用7号来去先接 还不错 5号球如果中带没有的话 这个红3可以低下 我会拉一点点 如果5号球有 后面可以留中带过度 4秒 打红3先上去 看这个价中带还应该是有下 白球往上稍稍有点多 可不可以去打的同时 利用低竿再往回谈 过边上去叫红1 猪龙也是啊 这个没有一个单一的教练跟老师 都是从接触台球开始以后呢 在这个对抗当中啊 或者在比赛当中 遇到一些人指点 交流 但没有固定地跟谁学过球 不容易啊 延时 这也是给咱们爱好者 一条新的一个发展的路线啊 一个思考 没有必要 或者说非得找一个教练老师怎么样 但是如果说你想 这个事半功倍的话 你想少走弯路 避免走火入魔的话 最好还是能找一个老师 有是最好的 然后呢 就看自己亲人情况了 想怎么走这条路 是爱好 还是走职业 然后根据个人的经济能力 去看你怎么去做了 后面 很多人问我说 能不能给推荐个老师啊 或者说找一个教练什么的 其实我在这边也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了球员们都在比赛现场 如果说您真的想学球的话 您不妨买车票或者买气票 您到赛场来 您看上哪个教练跟运动员 想跟他们学习的话 咱面对面呢 对吧 好好卖啊 看看 您到底适合不适合 与其这样 总好过你在网络直播间去问的 我应该找什么样的老师 这样要请 大多数的这个网友 我觉得还是 你学问态度是关键的 类似于说 说直白点吧 就要买东西一样 可能问了两个月 也不一定会买 对 就是他问完教练 他可能就是问一下 可能也就是对 就是问一下 了解一下 就是问一下 我 一个是可能有原因 不太会去学 另外一个就是 可能就本身就不太想学 就是了解一下 好多人问我 说打职业 我的年龄 今年30岁 28岁 打职业行不行 我觉得行不行 还是得到这个专业教练那边 让人家专业人士给你看看 行不行 首先看自身 对 然后教练只能给意见 您自己具备什么水平 适不适合走这一条路 如果说完全按照 我们正常培养 这个运动员的规划的计划来看 那么最好的年龄阶段 还是在8到14岁之间 8到14岁之间是最合适的 这个时候呢 小孩身体状况呢 还没有说特别展开 而且这个时候 接收东西是比较好的 比较快 很快 像一张白纸一样 你怎么画 还怎么学 当他的自己身体条件 长差不多了 身高也固定了 然后呢 包括自己的判断能力 也形成了之后 就不太好去教了 而且从小培养 我们经常都看得到 比如丁丁辉啊等等 所有这些年轻球员 在成名的时候 差不多10多岁 14 对 14到18 20岁之前 基本上就是打过什么 亚青赛冠军了 或者什么样的一些 青少年组冠冠啊等等 就已经出来了 成名趁年少嘛 吃亏要趁早嘛 都是这样 第五局 杨帆胜 比分3比2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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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局 两方开始 杨范也采用了一个非常不常见的自己的一种抓住方式 逼竿发力 但只要有球下 对于他们这种球员来说都是机会球 而且比分反超了 感谢大家 我觉得这该10号 最好还是不要破坏球形 这个缝隙中间 2号11好像 缝隙中间能看到15 感觉 角度有一些大 看要不要这个 敲击杆尾 闭过 8号球 这么敲杆尾都没闭过 这角度很大 那最后我们看 现在9号球呢 如果说角度合适 可以现在直接来过来 做一杆9号 坐下方地带 如果角度不合适 再调整 12号的带口 是一个万能的衔接球 13号的左边中带 现在这个角度 也只是过渡9号 就看杨帆 怎么一个大局地来组织 是最后找机会 带开球 还是做一个翻带 还是最后 做左下方地带 靠准度 变化很多 啊 好 我来 来 来 那 我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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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特别大的力 确实杨帆今年是31岁 那么跟他28 29岁的时候比起来 这个贴裤球或者半贴裤球的准夺 稍稍有一些下降 10秒 延时 最好能推过去 角度应该支持 高杆 推弹右边边裤起来 衔接7号 这比较简单了 你裤边太近啊 不建议发特别大的力 正常推出来就好 地杆点注 1号球跟8号球中间的位置 1号球跟8号球中间的位置 第六局 杨帆胜 比分4比2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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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第七句 猪龙开球 先过来看十一跟十五的关系 九号球右下方底带应该是够大 现在我们这角度 判断十一跟十五 右下方底带 十五号球应该是有 右边中带 右下方底带 十五号球应该是有的 十一号球左边的中带 感觉也够 关键是看这杆调整的 十秒 八号球旁边这颗 如果角度大的话 可以是 低杆的推杆 搓一下 让白球敲一下八号球 就低杆减速 让白球顶一下八号 或者推都可以了 总之是借八号并位 挑到这个位置的话 就比较简单明朗了 有角度合适 先打十五 但是打十五的时候 白球是往左分离的线路 跟角度 可以稍稍敲一下十一 如果他量这个位置 打十三 过来打十一 还是尽量地不去破坏球形 我们看我们的眼睛 经常是欺骗我们 这个角度看 十一跟十五的关系 与刚才的镜头 给到的角度 差了很多 如果说有把握 如果有把握 可以敲一下六号球 不冒险 小笛杆横台 尽量调到 对 就这个位置 因为这样的话呢 打完九之后 主球往右 谈边裤也好 都可以来直接挑八 控制好力度 打出分离角就可以 好的 这种球就是 你要不带力 打不出分离角 这般青台 很细腻啊 看最后关键的猪龙 主球不需要上库了 第七局 朱龙胜 比分3比4 开球青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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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第八局 央方开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在定颜色 选单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叫二号 这刚才就牵扯到一个问题 有没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比如轻轻地推二号 向屏幕右边走 然后留一点点 打留右上角 K黑八的角度 猪龙在看 这八就到底要不要K 十秒 延时 搅到这儿的话 肯定不会去K了 六号角度向左的 本场比赛呢 也是两个人胜部的比赛 赢球的一方呢 今天就没有比赛了 明天上午九点钟呢 还将有最后一场 胜部的禁忌赛 那输球的一方 就比较的辛苦了 在今天傍晚的五点半 还将有败部的比赛 比赛规则呢 第三阶段采用的是 四十八进十二的赛制 在胜部要打三场比赛 在败部要打五场比赛 对 谁都不愿意轻易地跌入到败部 但是比赛总会有胜负 跌入到败部就很辛苦 还是到了一个关键位置 对 你不可以 是不是要翻中啊 应该是要翻了 横向翻中带 打八号的左边包边 够打吗 有可能是够哎 我跟你说 这个猪龙在那里看了半天 要不然咱们这角度 真是 不好判断 那猪龙这边被动了 他从刚开始一上手的时候 就一直在看 反复在看这个球 可以还是不可以 脑海中两个声音 后来也没叫好胃 没办法了 只能单独叫 单独叫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决定了 你要是直接往里打 还是翻带 但是我觉得 祝容一直就 一直就没太想翻带这个事 对 有可能是过了一个念头 但是就过去了 十秒 看杨帆会不会啊 推十五 做错 但这种球 对于手感的要求啊 拿捏要很高啊 不如就把主球尝试 放到十四 九 十二的下方 形成斯诺克 杨帆也是 Woody Weber 比划了一下 就我放在这儿 对手好不好 跳球 对 阿波安全 对 两个 这个防守线路 第一个刚才我说的 十五号就轻打 第二个放到 三个并排的后面 阳帆也是选择第一个 左思良 右思良 觉得放在这之后 对方好跳球 好跳中带 很有意思 放到这个位置 你横向勾 中带带口 你也不好勾 从下往上或者从上往下 勾长台 其实在解说评论间工作 最开心的就是莫过于 你的大脑是跟球员在一起思考 对 在同步的时候 如果说判断跟球员打得不一样 可能也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 如果说一旦 你想得跟选手想得一样 对 也会有一种小成就感 对 我觉得台球这个东西 没有绝对的对跟错 大家都是相互的探讨 交流 找在从中的找到一个 最合理的 最合理的 学无止境吗 可以先把球打掉啊 对 这样的话刚好12跟14啊 相反的两边带口啊 这条通道就闪开了 对 它在那影响交通 有点碍事 这种角度合适就提上去打15就好了 或者是你低按拉后来打15 再往上走 再往上走 回手14留下来 叫8号球的相反底带 也是合适的 叫直就好了 嗯 一分5比5比3 谢谢 第九局 朱镕开球 过线进球 算两个球次 简直开上手定颜色 花色12 两裤再走 看看力量 太轻了 打得随手这球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习惯 有一点上撩 撩杆的动作 现在随着比赛的进行啊 朱镕这边的失误 越来越多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种到位率 交位上的自己能控制范围之内 都可以叫失误 对 准度失误 交位失误 防守失误 最简单 而且最主要的三块 进攻 走位 防守 再过来顶一下 还能打 十四 右上架 看你的准度了 好 有运气 这个关键时刻 三号球卧底啊 这一颗球可是 把这个局面好像慢慢地要挽回了 而且左边这个十号跟十一之间 有点像自然角 它可能还是要绕两裤吧 那看它怎么走 绕两裤当然是没有问题 但是够了呀 就撑着不太好打 可以上来第三盘 那个黑八不就这么丢呢 比这个难一点 得上来红三那个 对对对 一个后四路当时 可以绕啊 绕就控制好力量 好球 这么打的话 第一阶段4比5拉差不多 打十一第一杆往回退 十号就同代 打十就是十一号就返向迪带 问题不大了 第九局 猪龙胜比分4比5开球青台 官方暂停十分钟 十分钟味道 大辞 弹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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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秒 延时 地固子 没办法 强行进攻 猪龙还是要提高自己的 白球到位率 小霸王 大王枪今天 有点失准 也是因为对手的实力 第十局 猪龙胜 几分5比5 开球星台 谢谢 第十一局 猪龙开球 到自己这边 炸球还是有球进 双方比分呢 再次打平 5比5 选球觉得啊 选球觉得啊 陷入一个厂考 十秒 延时 还是单色 六号这个角度支持 可以自然下来交二号球 黄一呢 有点够 身材球 一号左上角 白球从双方呢 可以走两个角来 叫四左腰角底带 黑八 挡住了 杆低了 三十多 三十 positive 七十二 三十这是 杨凡医师在观察 这白球怎么放 十秒 对手不好解 原始 先打一杆 拿到球权 十号这边倒是有机会可以帮 帮完之后这白球就很关键了 你停在这里二号球是肯定够的 第一个拉过去 还要小心 四号球 所以白球能看看 需要往下放吗 跟下来 刚刚好 就算给你留一个四号的超级薄 你薄进了你二号还是没打 对 除非你能薄进之后吃右边带脚回来 那这运气得多好啊 再或者看看这边有没有一个比较神奇的翻带啊 白球还在两这个两库的线 两到三库 从下面绕白球 四号球呢是翻右边东带 这就是球员啊 这你首先第一步就得是感想 不然你没办法成为超级球员 非常好的角度啊 十三 够直的话就直接第一号回拉 再稍稍戴开 稍稍有角度再向上 上方争取先叫一个中弹啊 八号球后面来先接的话 也可以叫中弹 这十四十五八号球的距离很近啊 形成了一个小三角 这是一个最熟悉的 最简单的交位球形了 你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啊 左右风源就好 一时一局 两番胜比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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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分下方也能看到两次 其实在上一战分战赛 双压山的比赛当中呢 其实杨帆的冲球 也是在比赛刚开始阶段 或中盘的时候 就出现了实际的两次 后面也是尝试大力 但是到最后阶段 稍微好点 比分追回来 双赛点输掉 赛后我也问他 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路边摊 特别晚下班 然后我都问他 你怎么不早这么冲啊 早这么冲我也没谱 也不能保证都能进 早这么冲也是没有把握 但是如果放早一点的话 就是贸易电的风险 但是说我想说的意思就是 杨帆有这个能力 没有必要太拘着 或者太过于怎么样 我现在就能够进行的 对这个能力 就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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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带刚好 角度也是合适 自然向上角度 八球后面只要叫开放一点 从屏幕上方的开放线附近往下打 右边中带黑拔就可以了 继续 在我上叫 可以稍稍带点滴杆 再来 角度大就高杆 可以推弹一扣过来 就一定要过这个五号球 对 你到开球线都没问题 就是硬大物小 比赛进程还是很快 第12局 大株龙胜比分6比6 谢谢 大株龙胜比分6比6 谢谢观看 第十三局 猪龙开球 回过来再看猪龙 猪龙同样也是稍稍比较大力的一种炸球 但是进球率还是非常高 猪龙比分再次办平 看能不能利用自己 这良好的冲球 再加上对手现在冲球不稳定 在第二阶段 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比分优势 白球 这样子就很好 然后再次发芽 就继续上方形容你 继续上方形容 再次拍 multin以下方形容 发芽 这二号还是一个小难点 十秒 带着很强的左侧的旋转 继续 四号球左上角 依旧角度小 白球可以不上库边的 角度大也可以弹库卸力 那这两个选择 钢法低一点 带一些右侧旋转 十号就右侧下来 左边中弹 钢法高一点 右边边库 左边边库 八号就反向 右下方抵带 看那种打法你更习惯 这怎么能失误呢 可以快 速度有点快 前面做的都非常好 这关键时刻出问题了 这就属于日赛足球比赛 空门一脚踢飞 10秒 5 4 3 比赛时间也过半 连带这个白球的位置 也是相当不好 他也没太想好 那裁判一堵秒 先仓促出干 低竿先坐一干 等于浪费了一干 浪费了一次上手机会 把一颗活出打光了 对手这个位置呢 跳干还不是说非常难的位置 白球如果靠空还行 刚好手架能放得进去 浪费了一步 但是现在这个花色局面一看 一步之内就很难完成 是的 必须再来做防守 要自由 然后打的中途呢 再将其他球里边 有一个困难球 或两困难球 再打出来 再做防守 才可以 五颗球 自己剩五个 每个都打不了 真是头疼 右边的话 基本都是靠空边 比较近 左边还有一个 十一 要不要打这薄边 往这九号 跟这个下方花球 里面来放 能得打活 打不活 打活打不活 别漏 对 感觉应该是漏了 把我这么看就弄很多 哎呦 这一盘可以说猪龙 是虎口脱鞋啊 第十三局 猪龙胜 比分 七比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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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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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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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别着急 双方现在 现在啊 陷入到一个中班的 博弈当中了 花色球啊 稍稍地蘸一些仙机 就回去了 白球一个漂亮的回旋踢 又把这一号球踢回去了 也是打得太薄啊 卖了杨帆一个破绽 但是这球 应该也不太会打 不好说是不是 好机会啊 这种球如果打不进 直接露出来一个 大机会 黄一或者红三给对手 对手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听进 因为这14号啊 杨帆在量这个位置 右上方顶带是够打的 只要这杆就角度 或者说能够做到13 11中的其中一颗 能调整过来 这根或许高端直接就过来了 这也是咱们说 为什么花色球 现在占优势 这算是原因 然后继续 再来下低端发力打 这根球是不能 下高端 不能太轻 不能轻打 还稍稍带了一些左赛 效果不好 12号又投入到了 2号跟3号的怀抱当中 有的时候张志导 打台球就发现 球分球之间 是不是有磁力 有的时候我就拿过来 相惜是吧 对 原来看来你 有的时候怎么打 总是打不开这个局面 有某些球总是要聚到一起 我会拿这俩球 在我左右手放 就往里面碰 就总感觉 有磁力 有磁力 但实际上没有的 也不好说 或许有的 真的 那不好说 现在科学家不知道 你研究到什么程度了 虽然说我们的这个球材质 是分权数值 对 但是 也不好保证 不好保证 它那个感觉就好像 玩意到会站 对 真是 好了 那这个白球会不会站上去啊 有一K 正好逼过 这边 这么叫中带是不太可能的 百分之百是要K 是要K球的 对 它不然会 不会下这么大力量 犯规 这盘球完全就是想发力 看看有没有运气 对 这白球呢 打完之后 可能有一点点小跳 表情被砸飞了 猪龙非常好的机会啊 比分可以扩大优势了 是的 这百六啊 让四号球 十秒 在击打的线路上呢 更开放一点 击上去 肯定是从上往下 一号三号 二号四号七号 二号四号八号 定在那里就好 这个角度就舒服 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四局 诸龙胜 一分8比6 第十四局 第十五局 诸龙开球 今天诸龙的这冲球啊 确实是足以支持他的表现 对 而且比分能看出来啊 领先两分 只要你稳定你的这个冲球局 稳稳拿分 你就可以坐等杨帆 这不稳定的冲球给你机会 对 别到时候在自己的冲球局 在进攻的环节 总是出现较大角度啊 做一个这个特别难的 走位不到位啊 这样的情况啊 那第一个 优赛都太少了 这跟黄一较上大角度 也确实啊 张志导 你说 现在我们的中式大球球员的这个生存环境啊 可以说排名前三十二的球员啊 他能每天保证六小时的训练 我觉得不超过百分之三十 这不多了啊 因为在这个生活压力面前 球员们都会有一些生意啊 做一些器材啊等等 这个消耗了他们大多的时间 咱们可以负责任地讲 有些球员 有大部分的球员 他们不退步 就已经是进步 是这样的 球员们往往忽略了自己最根本的东西 对 可是也没有办法 生活的压力啊 是吧 办法总是要能想到的 是的 相对比以前 现在不是机会更多吗 没错 就你还是抱着以前固有的姿态去经营自己 还是能够与时俱进 审视多事的 经营好自己的品牌 用成绩啊 用形象 去争取更多的收入 这不是靠一些负面的新闻 不是靠一些江湖的求局 好 到展现你这个真正的技术的环节时刻了 请开始你的表演 先开始 让给自己做一个大角度 原始 给自己做一个大角度 点击评论 这个 一个 加速 盛视 定 中带推进 右边还有一个底带 9号也是关键的一颗球 后面可以叫到一个 类似于8号球这个附近 稍微靠右一点点向上方打9 单独叫位 13号 小低竿就11 下低竿有没有机会 直接横向的带一下9号 还行啊 右边12号 再来过渡 敲了一下啊 白球预留的位置 还想打9啊 可以走两个 不用特别轻的力量啊 稍稍给点了也没关系 哎呦 稍稍有些小啊 还是有点收力挡的 这根球啊 看得出来 这一干打完之后 杨帆多少 也是有一些比分的压力 这绝对是自己的问题啊 需要现在好好的 坐下来冷静冷静 口中也是阵阵有词啊 这个7号球的左上角 是不好接力的 肯定是要叫翻中 或者叫97K 这角度是故意留的啊 三裤一上 7号球 看能不能走一条 非常漂亮的线路 给K出来 8号球 底裤右边边裤 再上去啊 到这个猪龙趴下的 这个右边一点点的位置啊 2 这边四谷吧 对 6 这颗球啊 其实 它叫的稍稍有点靠左 其实靠右边那边没关系 这角度一大 分体角就变化了 而且还有一些自然的左侧的旋转在那里 嗯 看到薄边 10秒 没有延时 没有把握住自己的冲球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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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局 杨帆胜 一分 7比8 谢谢 谢谢 offense 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6局 杨帆开球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方单侧还能进攻 高杆发力 再打赏过去 看角度稍稍有点直 还行 直接下中低跟往下蹬 其实像吴振宇 杨帆这样的美式球干的选手 在这些球局当中 其实他们还旺旺 还都爱使用蹬杆 在关键球上 他们都喜欢是蹬杆 这个杆宝出来的前提肯定是跟角度有直接关系的 他的发力习惯也有一定的影响 看他们比赛看得多了之后 就知道他们大概期的 这种比赛的风格 有的球员推干多一些 有的球员喜欢走两裤 有的球员喜欢用赛 挺有意思 百家争鸣 每个人风格特点都不一样 看着也有意思 都一个样子 如出一辙了 也就没意思了 真是 对吧 物以稀为贵 都一样了 就没意思了 真是没劲了 在百家争鸣吧 四国以来都是这样 单私不成县 姑母不成林吧 是不是 总比这一枝独秀强 真是啊 一枝独秀就 这项目就没有什么可发展的 好 好球 半屏比分了 8比8 开球前台 谢谢 谢谢 第十七局 猪龙开车 又是一个良好的冲球 但是能不能够清台 现在摆在猪龙面前的 就是炸清炸清 炸已经出来了 但是你得清 对 能不能清 就老是打不光 这个就很伤 那一盘没有打光之后 离外里一杯一杯两分 好不容易建立起的领先勇士 被对手就残尸了 十秒 原始 比赛采用二十五局 十三胜 现在双方到了一个平抢五 抢五的比赛 本时段比赛也是今天第二个时段的比赛 在傍晚的五点整 五点钟 还有一轮次比赛 十秒 五 四 四 四 五 四 五 五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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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觉朱龙的这个突然间到了一个混乱 首先是自己交位整体上 还是不是特别到位 然后整团思路上偶尔会出现一些问题 再加上可能这个炸完局面呢 也不是特别配合 不会说非常简洁的那种倾台局面 需要你有个别的体格球去动动脑 十秒 开始 一打一看 杨帆并没有选择 大号球上方的挖球 那看一看球还是多少有一些受到牵制 勉强可以接受 这个13叫15的话只能横向走了 二条BGK8叫左边是往下方地带 又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打完之后杨帆瞬间就转身了 很不开心的样子 不喜欢看了 但是也要 也要打 顶住 比赛就是这样的 不可能说这一天比赛里边刚刚都是特别到位 尤其在一些难度的教委身上 确实咱们讲客观的来讲 这个杨帆跟他当时贡献统治性表现的自己啊 还是有一定差距了 好 我证明一下 对 但这个是准度问题了 因为每位球员呢 其实每一年每一个赛季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没错 我们说起来很简单的 一分 9比8 谢谢 第18局 杨帆开球 杨帆开球 比赛很胶着呀 马上就到了第二阶段了 对 其实打到现在呀 双方的选手发挥呀 今天都是半斤八两 是的 这比赛有点像今天上午这个肉资麦麦体 跟刘琴的比赛 双方在第一阶段呢 是麦麦体10比8领先 然后后面呢 最后是13比11险胜 差一点打到12比12平 直接放开了 上来就是一个大力开球 这两位球员今天 朱龙和杨帆 杨帆有那么一两盘 这个炸完之后局面很配合 简单开放局面 但是回首 朱龙这边就很少扎出很好的球局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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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十秒 纠缠局 开始进行中旁缠斗 控制与反控制 随先把自己的球呢 从这个包围圈里面打出来 形成对对手啊 比如说叫杀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也就是都放在了一个自己进攻的火力范围之内 或者是带口附近 然后你就容易防守出漏洞 或再进行清台 大家也可以拿手机啊 截图一下 这样的球形 大家可以现在可以看着一下 看一看 如果是自己上场的话 或者你分析一下 对 这先后手的次序 자연时 2000工具 毕竞 老实 手 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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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会打啊往里包 力量大了 没包住 都已经围成了 在东南方向闪出了一个缺口 但是 有点像当年官二哥 走卖城的时候 围而不杀 放出一条生路 但是东吴跟曹卫都不愿意杀关羽 觉得这个人 当时就被是如日中天 你杀了关羽之后 肯定他们都不愿意跟刘备一块打 但最后吕蒙嘛 一毒气 发生了改变 那最后这个关羽是怎么 怎么死的 怎么输的怎么死的 最后是被马中 被马中东吴的一个名将马中 扮马索 把赤兔马扮倒了 然后五花大绑被绑起 被攀张 然后斩首 斩首 吕蒙下令 因为当年 这个吕蒙跟关羽见面的时候 关羽就侮辱过他 吴夏阿蒙 就说他没文化 就是阿蒙是这么来的 对 吴夏阿蒙的意思就是 你目不实钉 那哪受过这个气啊 对吧 这回你放到我手里了 对 好嘞 别跑了 但实际上都政治来讲 孙权跟曹操都不会杀怪鱼呢 你当时刘备刚封汉中王 如日中天 手腕手底的三四十万大军 谁敢招他 看西方王这个 招了能怎么招 打仗啊 然后就 才会有后边的 劳民伤财 对 这就跟当时华荣道 为什么放逃曹操是一样 政治的东西就是制衡 台腿也是一样 制衡 你别 我抑制你 你抑制我 就是这样 好了 大家就能打出来揪笔霸 对 抑制不住了呢 投了 那肯定就是一方就 一技绝尘吧 领先 小心伸下拔甲 这球不进啊 也不一定是坏事 挡住了啊 嗯 扬翻上来 这个不用问啊 再次 肯定还是恐惧 那还得再打会儿 那还得再打会儿 我还得人呢 我会得到这些 一方都会直到这些 我会得到这些 我会得到这些 准备了 带来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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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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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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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